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删除 是不是啊 删除呢 我们这里给他添加个实践 添加个实践 那么之前呢 我们在这儿 是吧 在这个地方写实践 这叫什么 table on 给他监听 这叫监听 table.on 给他添加监听实践 然后呢 submit 然后找到谁啊 是不是找到 不对 这个也不叫submit 这叫什么呢 torba 这里叫torba 就是缩写tor 这里呢 就是不用给大家写全称 直接写tor 也就是监听我们所有torba的事件 监听所有的torba事件 那么我们这个torba事件呢 我们要监听谁呢 来 看好 监听我们这里的啊 看到没有 说这儿是不是有个名字呀 对吧 好 我监听他的啊 因为是在这个table上面的啊 好 我在这儿写一下 完了之后呢 再给他来一个vocation 这个地方呢 给他传个ob件 传个ob件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判断一下 ob件 第二 event 看到没有 这儿是不是有event 等于等于 等于等于等于谁呢 我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做dl啊 看这儿 跑哪儿了 在这儿 是不是有一个叫dl啊 是吧 dl啊 找到这个dl 好 赶紧啊 下次早点啊 下次早点 好 在这里呢 我们找到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dl 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dl 那么在这儿判断 他如果等于等于什么dl 好 我们这里呢 给他alot一下 好吧 alot一下 alot什么呢 弹出一个电话框 你是否确定要删除 手机收起来啊 手机收起来 后面同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地方 if 直接这里呢 有个layer 是吧 layer 点儿 然后呢 给他一个conform conform 啊 不是configure啊 是conform 然后呢 是否确定要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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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呢 我要给他 focusing啊 focusing 然后呢 data 或者是呢 index啊 这里呢 index 这个地方是在这儿啊 这个地方大框 写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 这里会有一个提示一个对话框是否确定要删除 我们看看能不能出来 对不对 点击他能不能出来啊 好 运行 如果能出来 就说明能进来 进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行操作啊 好 找到我们这个shoes啊 点一下 诶 能出来是不是啊 说明是不是触发了这个事件了呀 点确定 因为我没写嘛 是吧 没写 好 我们怎么要让他写这个关闭 点确定关闭呢 就叫layer 是吧 点close 把这个index 给他传递进来 就可以关闭 点确定关闭了 啊 那么我们这里是不是要传值啊 传值到后台进行删除 那么传值到后台进行删除的话 我们是不是一样的给他post啊 斜杠DL 是不是删除啊 然后呢 这里是不是要传个参数进来啊 传个参数的话 那么这里呢 就是UID 冒号 然后就是我们这一块啊 这一块 我怎么样来获取到值呢 怎么样获取到值呢 就是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呢 给他一个 let object let let 1 等于objet 点 是吧 objet 点 然后呢 let 取到数据啊 取到数据 那么这里呢 就给他传上谁啊 let 1 传过来就可以了 传过来呢 他是不是要接收值啊 给他 let let res 接收 接收之后呢 我们这里是不是要判断啊 if res 点 code 等于等于什么呢 0 如果等于0 就说明什么啊 是不是说说明说明他成功了呀 对吧 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这里啊 layer 点 我们这里呢 给他来个 再重新给个index 等于谁呢 layer 点 然后呢 alot alot 然后呢提示什么呢 然后就是删除成功 好删除成功 删除成功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要给他focusing啊 focusing 好接着呢 是不是要给他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进行刷新啊 是不是要刷新页面啊 对不对 要刷新页面啊 在这儿 我们刷新页面 怎么刷新呢 我们这个地方啊 在这儿再给他layer 再close 就是比如说 关掉这个弹出的这个窗体 是不是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看好啊 看好 好 在这儿 给他late tables 接收 这地方是不是 是我接收整个tables 然后render 给他绑定的对象啊 好 这个tables是不是又来啊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儿啊 在这儿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刷新啊 刷新页面 要不然的话 他不会自动刷新页面 不会自动刷新页面 怎么样让他刷新页面呢 是不是有个tables啊 我刚写的是吧 好 点儿 reload reload是不是加载啊 对吧 reload是加载啊 大括号 那么在这里呢 你可以给个wear条件嘛 wear条件 wear条件呢 冒号 你这里随便给 随便给啊 随便给啊 随便给 cure 1 cure 1 是什么意思呢 显示低页 显示低页啊 显示低页 显示低页 显示低一页 也就是他不是分页吗 对不对 假如说你是第三页 你删除了是不是 他刷新出了显示低页啊 就这个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啊 显示低页 ok 那么在这儿 既然是有if 是不是肯定要有else啊 对吧 好 那么这里else else呢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我在这儿我就偷个蓝啊 去偷个蓝 layer 是吧 点 aloter 那么这里是不是就是 失败啊 好 逗号 然后呢 给他一个大括号 icon 冒号 我是不是就那个图标啊 就那个我图标啊 好 记着最后这个地方要return false 让他不需要再干嘛 刷新了 不需要再刷新了啊 好 不需要再提交了 好 那么这里我是不是要找到谁啊 是不是要写个这个啊 dl的这个 我们的solid 这写的有 这写的有是吧 这写的有 那么呢 我把这儿啊 先删掉 这里面东西给它删掉 怎么做 来看好 我这儿是不是就之前创建好了呀 嗯 你们到时候直接创建一个啊 创建一个啊 创建一个把这儿漏进改成第二 好吧 漏进改成第二 改成是跟谁一样的呢 就跟这儿一样的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跟这儿一样的 首先request request 是不是要给它什么 set 签 encoding utf-8 对不对 接下来我收传接收到谁了呀 收接收到我这个地方叫 uid啊 uid 那么在这儿 request.getpermitter uid 那么这里给它integer.passint 给它类型转换一下 好 uid 接收 接收之后呢 这里是不是有个us删除的啊 us.deal 是吧 好 传个uid进来 是不是返回部的类型啊 好 那么if b 等于等于处 为真的情况下啊 为真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response啊 对吧 点儿 然后呢 getpermitter 点儿 painer 是不是 convert 是吧 我们 是不是有个json 我们这儿是不是有个solid这个地方 还记得吗 在 UT耳包 是不是json race啊 啊 json race 是吧 点儿 是不是race啊 啊 else else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给它传输什么呀 传输的是error啊 ok 这就好了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看这儿能不能进来 对吧 能进来一切就好说呀 那么这个删除我们之前都做过来啊 直接写了delete from users vruid嘛 传进来就可以了嘛 是吧 你这里呢 你也可以直接写写死嘛 写个int 是吧 uid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在这儿 不是这个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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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是吧 是要淡点 进来 好 这里写完之后呢 就有一个问题 我待会我 我那个地方 我添加和修改完了之后 它能不能自动刷新 这才是我们想的效果啊 value 好 我们找了 我们先给它添加几个是吧 就删除最后一个 好吧 删除 确定 进来了是吧 OK 没问题 哎呦我去 这是啥 显示这个no 是吧 显示no 我们来看看no 是啥情况啊 UID 是不是应该是这儿 这儿要 这儿要是吧 UID啊 应该是这样的吧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啊 好 曾经启动一下 在这个地方 曾经启动一下 好 走 进来 到最后一个 删除它 确定 进来 是吧 好 走 是不是现在获取到了呀 嗯 为啥 因为刚才我们这儿 是不是传了一个对象啊 对不对 对象点它嘛 获取到了是吧 好 获取到了之后 走你 是不是啊 这是处啊 处是不是到这儿了呀 走 这里直接就不看了嘛 是吧 好 删除成功 OK 是不是跳第一个烟鸣了 好 我们看这儿还有没有 是不是没有了 好 那么很简单 我们来找一个啊 找一个来进行修改 比如说这个 报本案 好吧 修改 哎 又进来了是吧 我们直接给它跳过 这儿改不了是吧 名字改不了 我们呢 改成什么呢 最喜欢电影 提交 提交 好 提交成功 是不是过来了 是不是跳转过来了 对不对 好 最喜欢电影是吧 这时候OK了 删除我们也实现了 对不对 好 这里啊 重点是哪里呢 删除 重点要有两个地方 再给大家追溯一下 第一个地方 这个 是这个 Table的监听事件 Table的监听事件 这里呢 是这个呢 是Tour 它是TourBar的缩写 TourBar 你要 这里是不是有多个空间啊 它要监听哪个空间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其实呢 这个修改 它也可以监听 然后呢 这个呢 它也可以监听 那么修改的话 如果我不是这样的 onclick 是吧 跳转 那么我这里呢 如果是 也是light event 是吧 给它update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要在这判断 判断什么呀 这个object event 是不是等于等于 update呀 如果等于update 是不是就修改啊 这里等于dl 是什么呢 dl是在这儿 我这个的名字 是吧 light event 事件 叫dl 注意注意 还有 就这儿 绑定的是哪里啊 绑定的是这个地方啊 绑定的是这儿 layer filter 绑定的是它 这块一定要切记啊 这块一定要切记 绑定的是它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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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 比如说这个添加 你要进行操作 那么能绑定吗 肯定不行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地方在这儿绑定了啊 在这儿绑定了啊 在这儿绑定了 那么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这个table里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是操作什么呢 table里面的监听事件 一定要注意 这个玩意儿是在table的外面 啊 这个是在table的外面 而这个呢 是在table的里面 因为你在这儿 是吧 给它绑定了 它是table里面的按钮的监听事件 这块一定要切记啊 好 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玩意儿你可以写多个 因为table里面的监听事件可以写多个 比如说这个event是吧 event它对应的哪里呢 对应的这儿 看到没有 layer event 绑定 你有多个按钮都可以绑定 假如说你这里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开关 类似于switch那种开关 也就是说checkboss那种形式啊 开关 然后呢 它也有监听事件 那么你在这儿是吧 给它点了开还是关 来进行操作 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的表格前面有多选框 那个呢也是监听事件 在哪里写呢 就在这里面写啊 就在这儿写 就在这儿 object.event 给它写绑定事件 好吧 好 这块要注意 这块要注意 那么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刷新页面 刷新页面 因为我们删除要刷新 添加要刷新 还有就是我们修改也要刷新 那么刷新呢 这里一定要 要把它什么呢 在前面用一个用一个便利名 接收 接收完了之后呢 再让它进行什么刷新 然后呢 这里reloader是什么刷新的意思啊 reloader是刷新页面 刷新页面 无非就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well条件 well条件呢 这里字弹必须要有的啊 你也可以瞎写 没关系 也可以瞎写没关系 但是呢这里啊 最好是什么写你有的字弹 后面这个值随便写 随便写 那么这里派记是定义 你是在第几个页面显示 默认了一般我们就显示第一 默认一般都显示第一 你这样不要显示 哎写个三 你本来就六条数据 是不是啊 它分两页 有没有三啊 没有是不是啊 好这块一定要切记啊 一般来说默认的就显示第一 好吧 好这就是删除啊 这就是删除 好希望你们呢 这边能够把它做出来 好行我结算 好 好